心里心里哗啦啦 雨下冷了呀 我的妈妈能够日下来见我 心里心里哗啦啦 哗啦啦 下班时间一到 林小姐迅速整理好东西 向离弦的剑斑冲向脱颖中心 好好好 好啦 好啦 就是这样子冲来冲去 然后有时候下班 就也会就是回家 还要处理一下公司的事情 就是怕就是东西没弄完啊什么的 对 要接送真的是有点点累 因为经济压力 林小姐在请了一年多的育婴假后 今年二月重返职场 日子过得像是忙碌的陀螺 转不停 大概要20到30分钟 对 然后因为下班时间 真的人超级多 我有时候等到四台车 我才有办法上车 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蛮累的 然后他有可能就是又路途中崩溃 就很可怕 对许多父母而言 下班后才是真正的挑战 回到家后开始忙碌 七点半才把晚饭弄好 吃完饭又得忙着洗女儿的餐具 女儿职场两头烧 连陪玩都成了奢望 说真的回家之后 真正相处时间其实没有多久 他就又要睡觉 因为隔天可能要早起上课 那我自己也会觉得 有点对不起他 会不会就是可能 就是觉得爸爸妈妈没有花很多时间 陪他玩或是什么的 就是要一直要跟他说 我们还是很爱你 我们不是就把你丢给老师 我们也是很就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我们如果有时间有精力 一定会一直陪你 这是台湾许多在职父母的常态 根据劳动部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合附件数 111年申请人数为99,529件 112年反而降到96,949件 113年截至到4月份有33,933件数 人类银行在调查中看到 在职父母在托育孩子的过程 常常面临诸多考验 过半状况是家人无法协助接送 保姆费过于昂贵 占了50.4% 还得担心保姆虐待 以及老师照顾不周 大环境也压得双薪家长喘不过气 七成四感受到物价连连高涨 加薪幅度追不上通膨等等因素 自凭生育后的生活满意度只有64分 低空飞过 大部分的人都是担心 离开职场之后 你想要再回来是不太可能的 那另外也有一些人担心 可能请运营假会被主管或同事 不友善地对待 甚至会影响到他的烤鸡等等 这些都是让上班族 不敢请运营假的原因 小恶鱼的手上拿着什么东西 一根魔术 天哪 这里是中华电信的教保中心 里头都是员工的小孩 当时的考量就是因为我们是上班 然后他的上课的上学的地点 其实距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 他在那时候其实对这个 比较晚接这件事情 其实他有时候上学的时候 都会特别说爸爸能不能早一点来接我 现在放学时间孩子再也不用 眼巴巴的等待 就连上课上到一半 都有机会看到爸爸的身影 距离来讲相对相对近了许多 而且家长在直接跟去贴近小朋友的一些 作息活动也真的真的比较可欧式一点 父母深陷职场与育儿之间的拉扯焦虑 要怎么治本舒缓 国北户特聘教授杨金宝提出 希望政府与企业支援 在职父母公持7加1的概念 将每天上班的8小时拆成7加1 上班7小时剩下的1小时弹性运用 让爸妈早点接孩子集中拼前7小时 工作效率也能提高 学者认为同一笔经费 比起补助父母准公共托育 每个月1万3千块更有意义 不管是拖婴中心或不管是幼儿园 我们政府也是给了钱 延拖也给延拖的费用 如果幼儿园课后延拖一个小时 要支付老师400块 那一天就是1000块 那我就觉得把这个钱去拿去支应企业 让企业支应家长 家长把别人照顾 别人帮你照顾的孩子 带回来自己照顾多好啊 企业会有哪些影响吗 以中华电信为例 除了设有教保中心 它同时也是全台第一家首创 家中有3岁以下的孩童 就可申请育婴公食7加1的公司 2022年实施至今有1500多人使用 公司总补助超过3400万元 创造出14.2万小时的育儿陪伴时光 毕竟陪孩子长大 是事后买不到也补不了的 这个1500多人我们公司 一年大概要花三四千万的成本 我觉得我们这个成本的投入是非常值得的 因为从我们这个2022年推出 我们2023年的成绩 我们的营收还成长3% 我们的利润还曾经成长到1到2% 所以这个效果非常的 我觉得非常的好 值得持续来推广 那我为什么这么推崇这一小时呢 因为这一小时父母在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那个跟老师还有一点连结 可以跟他的老师谈一谈 理解这个孩子逗留一下 不要把孩子当货品 来了就接 然后到了就送 真的像货物一样 输送贷一样 走吧 跟老师拜拜 谭线的这一个小时 不但可以拉近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 建立亲密感 也不会因为父母工作太过疲惫 而牺牲掉彼此自在相处的时间 袋子 袋子给我就好了好不好 爸爸好 最近今天没有咬人吗 没有 他现在都会好好跟小朋友说 刚满两岁的恩恩 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 总是脱婴中心里头 最晚离开的孩子 但就算如此 他还是会想办法 与女儿共创彼此的亲密时光 事情越来越多 可是人员越来越少 所以有时候很难 很准时就下班这样 然后大部分的公司 其实都没有那种 弹性的公式 就是我可能 没比我今天早点到 可以早点下班这样 没有后援 双心父母的苦 小孩的孤单 以及育婴嫁的不便利 让台湾的育婴环境 变得相当不友善 小孩突然生病 或是班级 因传染性疾病 临时停班停课 都是父母最最害怕的事 民间团体倡议 育婴架尽量弹性些 欧洲的很多国家 他们面临少子化 他们其实近年大幅度地 在改革他们的育婴架体系 所以其实很多国家 都已经开始在 进行这个弹性育婴架的改革 因为他发现 这就是家长真实的需求 所谓弹性育婴架 把原本规定 每次只能以月 为单位勤的育婴架 改成以单天的方式 请假当天同样享有八成心 也有社会保险 不会损害到老公权益 如此一来 也较为符合现实生活中 父母的需求 目前弹性育婴架 从2024年6月开始事办 已有64家企业申请 劳动部将收集各方意见 会更进一步打造友善的职规 当然是比较能够符合 爸爸妈妈 他是受雇者 他这方面的需求 我可以不要一次请那么长 那对于公司可能 雇主端来说 他可能你的人力 没有一次长时间的 从职场离开 所以对于 譬如说同事之间的 那个工作量的负荷 或许也稍微比较减轻一点 孩子是父母心头的牵挂 也是台湾未来的希望 要怎么细心呵护 让他们平安长大 是每位爸爸妈妈 心中最大的期盼